您欢迎在13.03年11月公布 西安九郎三花一澳 中华馆第一间西安小学 爱因斯坦西安小学 13.05年的时尊在台传乡建设成立 因为办法生成真好 保险有200位国中小的学生 为了拥有十六年一关 有几学户 四行九郎基教27号 在会团乡基兴第一间 有任的开港党头 第一三天的真好之后 十六年一关四行幽立行政 是开港党头 天气平安 根深祭固 为了拔拔传统版达苏妖宅团 并且就拔公立好好祭祟教育 很多 让未来教育可以更多的玩法 由教育改正部的在13.05年的时尊 所成立爱因斯坦西业小学 教育生成一直珍惜到困惊 为了要十六年一关高优 四行幽立行典禮就是和正式开港党头 今天是彰化县市立四旋幼儿园的 新建工程的动土典礼 那么四旋幼儿园是 研续爱因斯坦小学中学而要改制的 私立的适选国际中小学 它是彰化县第一手的国际化的私立中小学 那么我们今天先从幼儿园先办起 那么研续爱因斯坦小学中学的实验课程的三大特色 是国际教育还有创新发明课程 还有品德课程 那么我们预计要遭受幼儿园的小班 中班大班各两班 一班都是30位 还有一班幼幼儿班有16位 所以未来幼儿园的学生总共有196位 那么毕业以后将就读我们未来的 四旋国际中小学的小学部 那么未来有小学国中高中 是一个16年一贯一条龙的精英的教育 这间幼儿园的第一点是作用中华观众会的土地 在了幼儿园以外 也有各种社的东西在这些兴建 这时面对小组法的威胁 好好也表示未来教学中调向正硬化 让学生都会成为未来国家的领袖 未来是一个少子化的趋势 所以未来的办学必须走向精英 那么我们未来中小学 我们只遭受每年级70位精英的学生 所以在少子化的时代 还是有很多家长他对教育有更高的需求 所以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些家长的需求 我们成立私立的中小学 我想还是有很多的家长愿意 将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救赌 好方也表示 未来中以亲生永续环境作为基础 提供中华观乡亲 最友谊的优理环境和九百合部 作为优理新兴建筑发展 提供华观教育 不会有出更优秀的优理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辉堂彩虹伯德